人人人 都是人 你知道他們在排什麼嗎 竟然還要等上兩個小時 你沒看錯 現場滿滿的人潮 原來今天是日本零售百貨業的龍頭 在台灣開第一天 也是第一間店喔 要怎麼樣不用排隊就能進去 而且裡面到底存了什麼好貨呢 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完全不用排隊了 因為現在是半夜三點 衝衝衝跟著我們衝吧 首先衝上三樓 一走到三樓你會看到許多藥妝品 以及 這阿財跟我也太配了吧 這裡有賣寵物的用品 這是日本零食區 利用不同的商品價把動線分開 抬頭一看還可以看到楓葉 只是街上的地方好奇怪啊 在我身後呢 這是十八鏡單元 衛生年不能看 為了把它避免被黃標 所以我自己去看就好了 天啊 我要噴鼻子 欸 你在噴什麼 做服務也就是需要這種的啊 來到二樓是生鮮超市區 有來自日本的草莓橘子 蘋果以及桂桑桑的色香葡萄 當然來自日本琳瑯滿目的河牛也不會缺席 說實話逛到這一區我覺得 我好像來到微風超市喔 因為其實台灣的超市有很多日本的東西啊 各位 你相信嗎 我剛剛是用逃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開幕當天人太多了 那一樓呢 如果你要等結帳出來的話 你至少要等五個小時以上 一樓呢 我看上面網路上的報導說 它就是今天的金安特價區 非常便宜的東西都會在最後一樓 要發光你的荷包 我覺得可以來 但是 請等熱潮過去 為什麼 結一個章就要花五個小時的時間耶 結一個章就要花五個小時的時間耶